圓C方程式 x平方加y平方 减6x减14y减6等0 那在圓C上共有几个点 到圆点的距离为整数 那首先我们先针对这个圆的一般式 我们先配方把它表示成标准式 那表示成标准式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圆的圆心 m的座标是三七 半径等一 那接着我们来讨论 P点在圆上 那P点到圆点的距离 那P点到圆点距离呢 它的范围会落在 R减OM到OM加R之间 这个我们从图上这样看 圆点到圆周上的最长距离 应该是圆点 到右上方这样点 这个距离是最长的 那在这距离里面呢 右上方这个线端就是圆的半径 那左下方这个线端 就是圆心到圆点的距离 所以这样可以知道距离的最大值 那是半径 然后再加上圆点到圆心的距离 那相对的最短距离的话 就是左下的这一小段 所以这一小段我们会用 这样子是圆的半径 然后扣掉这一段线段长是 圆心到圆点的距离 所以这样是最小值 是半径 然后减掉om的距离 好那接着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根号是8 它的近视值大概是7点多 所以8加7点多 就大值的话会是15点多 那8整7点多 最小值的部分会是0点多 所以在这个范围内的整数值 就是从1开始 最大到15 那接着因为对称性的关系 如果这个点到圆点的距离 是15点多 那在它的两侧 就各会有一个点 到圆点的距离 都会是14 那这两侧 它会各有个点是距离为13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样子总共会有15乘2 也就是说有30个点 到圆点的距离是整数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